最近有个传言闹得沸沸扬扬,说少林寺方丈试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的存款,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,而且试永信曾跟女明星有染,还包养了一名北大女学生有一个私生子。 眼见这谣言是越传越厉害,少林寺昨天深夜终于发表了一份声明。 少林寺网站发布的这篇名为少林寺关于网络谣言的声明中指出,跟试永信方丈有关的网络传闻完全是天方夜谭,是无中生有,恶意编造的诽谤,已经对试永信方丈的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,对少林寺的名誉以及少林僧团的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,甚至还让多位名人无辜受到牵连。 少林僧团已经及时向执法机关报案,并提请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,前来少林寺调查。 同时,少林僧团决定向公众征集有关证据。 如果有人掌握传闻中所指的试永信方丈的任何不法、犯戒等确凿证据,可以第一时间向少林寺僧团举报,或者直接向任何主管部门举报。 但是,如果有人掌握他人在幕后组织制造并散布谣言的确凿信息,也请第一时间向少林寺或者执法部门举报。 举报信息有助于破案的,少林寺将给予5万元的奖励。 针对传言,记者拨通了少林寺私务出办公室的电话,有关负责人说,关于试永信方丈的诽谤,年年都有。 对少林寺对反弹人形工艺这么多年来,一二十年了,年年都有,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吗? 没那回事就是没那回事。 某些人对少林寺,因为少林寺在这边,人说你少林寺的建设周围的环境、直立什么,肯定这个对某些人。 这我们都知道,他们很多人都把这某的影响思念,说人为少林寺反弹,反弹,反弹,反弹。 这么多年来,过去包括在少林寺地区征锋,征锋,征锋,铁大字报,这种是经常的有人造谣,到处造谣,但是造谣不造谣,你说是白说嘛,你没证据,政府那都是空话,那没有。 关于传言中说,食用信方丈在海外有存款30个亿,这位负责人也做出了回应。 来个说,征锋30个亿啊,少林寺自改革开放以来,到现在,少林寺人不吃不喝,也不高见度,一分钱不用花,也没有30个亿,他啥那去弄30个亿,再加上少林寺的财务是政府派的财款人员来检管做的,他就摸不到钱,那怎么会去贪污去。